老屋到处依旧可以看见大水流下的痕迹 职工在灾后发放送外时 发现草新进阿嬷家里 灾后多日依旧没有清理干净 灾后阿嬷每天以微薄之力 一点一滴地打扫灾后家园 但是成果不大 却落下一身的痠痛 随行的人医会医护人员 帮阿嬷检查身体之余 也为同样淹过巴水 近年脑部逐渐退化的阿公 检查在水灾时擦伤的伤口 看到阿嬷家里的情况 职工十分不舍 决定协力帮助他清扫 职工帮阿嬷清理在水灾时 被大水浸泡而损坏的家具 减少他的负担 这个家庭的状况是会比较好一点 他自己本身有去清扫 会比较整齐一点 看到职工和吕家贝的身影 阿嬷不断地以感恩道谢 让职工们重视疲惫 也不觉得累 待新闻马来西亚 温丽荣 卢静阳采访报道 啊 语言 也不太买 不太乡 感谢观看